赴顶第二连三拉三 续唱新高真厉害 争小型个股就如同大人哥所说的一样 领先转强向上 贵买指数今天站上了季线 接下来如何布局如何选股呢大人哥 好 那我们就请看今天朋友解盘 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六月九号星期四的忍者无敌 我是主持人德宇 首先我们欢迎面面俱到的股市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您好 德宇好 大家好 节目一开始我真的很心急 因为我想要请大家加入大人哥的Lite群组 还有Telegram频道 另外YouTube直播 务必订阅 按赞 分享 同时打开你的小铃铛 因为大人哥真的好贴心 他在Lite群组 在Telegram频道 甚至是我们YouTube直播 每天的盘后解盘 还有不定期推出的大人哥玩股教学单元当中 好多好多的好康 甚至是产业的看法 还有标股的讯息 都想要提供给所有的好朋友们 所以请大家务必加入大人哥的Lite群组 我们的Telegram频道 YouTube直播 一定订阅 按赞 分享 同时打开你的小铃铛 像是大家现在关注度非常高的 富顶第二 其实就藏在这个大人哥玩股的教学引带当中 那么另外呢 我们大人哥的这个Lite群组呢 全新升级改版了 好 所以我们的人者家族呢正式成立 会员朋友还有之前Lite粉丝群的这些老粉丝们 大人哥都已经自动帮大家升级成为我们忍者家族的成员了 不定期享有您在荧幕上头看到的这些好康放送 那么新朋友您可以利用我们这个Lite忍者家族版面上头 有一个这个按钮 有一个选单 那么直接点下去加入忍者家族就可以咯 当然如果您是透过ID的方式加入大人哥的Lite群组 加入我们的这个粉丝群的话 请您务必留言给大人哥写我要加入 那么大人哥知道你是新朋友 也会赶紧把您加入我们的忍者家族 这是节目一开始 我觉得比大盘还要重要 想要赶快提醒大家 因为真的太多太多的讯息在里面了 务必帮我们加入哦 好 那么大家一定都跟我一样想要知道 想要请教大人哥 这个大盘是吃西瓜吗 破米亚欢景半夜闹肚子吗 昨天不是长得好好的 然后量也增加了 怎么今天就掉下来了成交量也不到2000亿啊 那我们看看这个航海王 长荣 阳明 其实今天人气都好旺哦 成交量这个排行榜上第一名第二名 但股价却是疲软不振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大人哥 好的 那因为其实刚刚德宇帮大家点了很多很多 今天盘面大家应该蛮想知道的重点跟细节 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用行情面 跟一些个股操作的部分 来帮大家做解惑 好 那第一件事情的话呢 那个我们先看一下资产个股 来 这个是intc.us 不好意思 是的 它不是我们台股 因为这个是昨天美股下跌的主要的原因 因为呢号称intel说 它市井半导体的需求不振 因为什么通膨的关系 因为什么什么关系 他在讲说他现在看不好 然后结果他自己跌了5%多 然后呢也把那个台积电的ADR TSM 对台积电的话 ADR也把它拖累下来 原本开高然后就拖累下来 跌了0.39% 然后呢那个中场的话 NASA指数也是下跌0.7%左右嘛 然后结果也让今天的台股 也跟着一起往下去多拖累 那我这样常常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最近的行情 其实有蛮多蛮多的时间 都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明明有很多的公司 很好的个股 可是却要莫名其妙 背着全球的股市资金的轮动的过程 甚至是说美股在下跌的过程中的话 我讲很坦白的啊 你台股不可能直接自己上啊 所以只好跟着一起被拖累拖下来 那这个时间点的话 我们的台股的部分就只能用 震荡震荡盘底盘底的方式 去做一个进行 因为外资依然还在卖超 我们的台股的部分 那你看现在新贷币汇率 又有前一阵子有那个小幅升值嘛 然后最近的话这几天又开始做贬值 然后行情面来说的话 外资还是比较影响大一些些 那可是我们也常常跟大家说到的 就是说你在吃点点你买进台积电 我很老实说真的没有执行消息 我们也跟大家讲过N百次了 今天台积电中厂的话 一样是下跌了3块钱 然后收在541 那我已经不想看它跌在600块以下 有多久的时间了 因为太久太久太久了 那可能也会触到一些 拥有台积电长期想要持股的 投资朋友的这种就是 心头痛啊 有点这样的感觉 可是我也常常跟大家提醒 你会有更好的选择啊 就是台积电很棒 技术很棒 然后呢基本运很棒 然后呢它的整个展望也很棒 它昨天才刚开完股东会 它怎么样看今年的成长率是30% 然后呢它说我这一点不能调高 我的那个现金股息啊 因为我还在成长啊 我还在长大 对还在因应高的资本支出啊 是 那如果哪一天我如果真的是衰 那个成长幅度开始没有那么高成长的时候的话 我们再来调高现金股息 现金殖利率 我老师听到这句话 你可能你有你想要做台积电配型的人 你可能觉得怎么这样子在做啊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是 因为它就是专注本业 它就是专注它今年的成长 那股价的表现来说的话 真的比较无奈一点点 因为外资还在卖 而不是卖台积电 它真的是在卖全球的资金的这个过程 所以 Intel重挫5% 我们台积电还不错啊 只跌了0.55%而已嘛 是 那可是你看如果它的受惠股的话 就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N次很多很多次了 你该怎么样选台积电的受惠的族群 你就要选当下最强的 那你要选那个就是当时间上面的一些 所谓市场上面的焦点 那你不要去选那种什么落后补涨的 没有动的他们不会动啦 他们如果真的会动的话 才会一直动下去 所以你看像今天中沙 依然还在这边就有个高涨震荡 它的5月份的营收刚公布出来 很棒 历史性高的营收 然后呢 它前一阵子 当然前一阵子在全市场 趁我们热度的时候 就拉回了 然后可是这几天的话 看起来首稳之后 有想要就是渐渐挑战的过程 那当然这时间点的话 也就是我们之前分享给大家 是4月初的时候 那时候120几块的中沙 这个时间点已经164块了 所以这时间来说 我老实讲 这边已经比较偏向于高档区了 如果可以的话 就跟着我们去做那种低档的布局 低档 首稳 转强 现行整理完毕转强的布局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那所以中沙的部分的话 用这样的观念带给大家 那另外的话呢 3443的创意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 错杀带来趋势 就是带来趋势成长股的错杀 更低更好的买点 那它前一阵子因为跌破了平台 然后因为豪快股票通杀的过程 4月底的那一波 跌破了平台之后的话 直接一转向上 这个我们讲过很多很多次了 到目前为止的话 这边也都是涨了50% 60%这样的波段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 其实该做一些 所谓的拉抬的一些内置的部分来做的话 其实很多很好的中小型的趋势成长股 都比我们现在目前的大盘 更领先来的转强 所以这要跟大家重申再重申 提醒再提醒的部分的 所以你会发现说 台股今天一样是下跌了49点 然后呢 今天的成交量缩到了只有 1942亿元而已 怎么好像这个季线在这边 看起来不太远 却又很难站上去的这种感觉 就感觉好像又上去又上不去 对啊 这是现在目前的一个问题 那我也常常跟大家说过 你如果这个时间点 我很老实讲啦 就是你要直接V转向上 不好意思 不健康 非常非常不健康 是 我宁可用 行情这边震荡震荡的方式 然后呢盘过一个底部之后 再去做转强 因为很多的利控都会因为这样的顿化 因为很多的基本面都会告诉你说 我明明很好啊 我为什么要下跌呢 所以这个时间点 就是要这样的一个观念分享给大家 那当然OTC贵买指数的部分的话 你看到今天的贵买指数 又领先大盘去做转强向上了 那今天的话也站上了季线之上 所以这是现在目前你可以去那个 常常叮咛大家的一个方向 就是选大型股 你不如选因为大型股而受惠的中小型的个股 那这时间点的话 有很多很多的内资正在照顾这些 之前被戳杀的被超跌的股票 这时间点的话你可以找找一些 低档整理转强的个股去做切入 所以那个先讲一下下操作面的部分 跟行情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呢 因为刚刚德宇讲到今天的资金的流向的部分 我觉得今天有一个东西 我还是要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不是我们常常讲 但是每次讲的时候 这个观念还是依然存在在那边 那因为其实今天的话 只有1900亿的成交量 可是你发现说其实今天的 整个的资金喔 除了在台积电身上之外呢 竟然还在另外一个族群上面 那这个族群的话是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很多次的货柜山雄 对 那包含的像是阳明 包含的像是长荣 那我想这个用快速跟大家带过 因为时间真的不太够的关系喔 那我常常跟大家讲过 那个现在这个时间点的法人在做什么事情 他们在做 这些所谓的有投资价值 有高值率的个股的一些操作方式的话 竟然不是想要爆大波段 因为今年真的没有资金 没有那么多的资金了 所以说呢 他们今年的操作的方式的话 会变成说景气还不错啊 然后呢 每次下跌的过程中就有一些股价的支撑 因为它就跌出投资价值了 可是呢在往上涨的过程中的话 它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些相对的 获利了结的卖压 那这就是现在目前你看这个长荣的部分 然后呢这两条线 不是大家不喜欢看到那两条线 也算是啦 如果你做什么 做快赛的话你不喜欢看到两条线 一条线就好了啦 你看到长荣的话 我这两条线也画在这边画好久好久好久了 你会发现说每一次跌到了128 124块这附近的时候啊 就有默默的 怎么这么神奇 这种好像是市场上面的共识一样 就把它拉上去 然后到150几块的时候的话 怎么那么奇怪 就有一种无形之中的压力区 所以它就出现了这两条线 那另外呢 同样有两条线是谁 2609的 这个阳明 我画很久了 如果你看我们节目的话 你知道我们很久很久了 没错 我也再次重申 我真的不是航酸 我真的是用数据面告诉你 现在目前法人在做的什么事情 秀序论序 是 那所以你看像那个阳明的话 你会看到前一阵子台湾说 有啊 我们之前买了一堆的阳明啊 买均价多少 买150块 一个更正 115块 你去查一下他当时的一个公 就是公开执行贯彻站的重训的公告 然后你也看到说他也在130块的时候 去做一个逢高获利了解 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些相关的个股 那当然今天你会看到马士基 他今天重挫了8% 可是我觉得这种东西 都是为了下跌着理由 因为呢 他们本来这个时间点的一些操作的方式 或者这个时间点的一些 法人正在看的事情的话 他们并不是在看所谓的配息 他们在看的一件事情是 我可以这样每次做好几趟啊 我干嘛要 对啊 我干嘛要跟你去拼那个配息 你看他昨天有一档个股是那个 那个慧阳KY出席吗 2637 那对 然后呢这两条线也画在这边画好久 你会发现 他今年的出席还不错 配了5块5 那你如果看殖利率的表现来说的话 很棒耶 有5.5%的殖利率 当然比那个阳明苏很多啦 所以 当他有这个5块5的 现金殖利率的时候 他无形之中的时候 也被困在一个区间的操作的地方 然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真的那种投资人 你是领了那个慧阳的除息5块5的人的话 不好意思 你是赚了股息 但是还没有填息 因为你除非是说 跌下来之后又涨5块5 你才填息嘛 你才赚到股息嘛 那他还没耶 不只还没 你还送你一根又两根 这样的一个下跌下来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你赚了股息 可是你却赔了 就是连续两天的差价的话 你其实赔了快10块 10块钱左右 因为他昨天跌了6块多嘛 然后呢今天的话又跌了 又跌了5块 也就表示你赚5块5的息 可是你亏了11块的 那个股价的部分 所以这是现在目前 我常跟大家提醒过的 就是你要找到一些个股 是在这时间点可以看到 明确的成长性 下半年能够持续展望乐观的 然后呢要扩产的 扩厂的 然后呢它要是一个 比较明确的 能够看到订单人监督 甚至看到明年的 这种行情的一些产业跟个股上面 那这就是现在目前 我想资金比较有限的过程之中 你必须要先掌握到的一些方向 也就是说呢 不会拉很多 就是整个族群不会一起拉 或者说这时间点的话 真的只有那个少部分的股票 会去做一个 这个时间点的一个拉抬向上 那目前的有一些 即使是不错的股票 也有很多的股票 因为资金不在他们身上的关系 所以造成了这个时间点 他们股价比较偏整理的过程 那这些高值率的股票来说的话 也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现象 所以这个是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花了这么多时间 来跟大家做一些相关的 操作的分享的部分 是 其实我跟大人哥合作到现在 我最想听他讲的一句话就是 我好多东西想讲 但是时间不够 所以大人哥真的有好多好多的观念 好多好多对于个股操作的见解 想要分享给所有的好朋友们 那也就是为什么呢 我一直邀请大家 务必跟大人哥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 一定要加入我们的Lite 一定要加入我们的Tilgram频道 当然更欢迎大家YouTube直播 订阅 按赞加分享 打开你的小铃铛 另外我们这样从今天节目一开始 一直听到现在 我真的发现了一件事情 目前的指数其实就是在这边 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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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用时间去换空间 成交量不够的状况之下 选股就更加的重要了 很多的朋友我相信你一定跟我一样 手上都有一些仓位 但是这些股票到底好不好 够不够强 能不能够让你获利呢 在这边我要诚挚地邀请大家 加入大人哥检检团 好 帮你申请一个大人哥检检团 也就是你加入我们的团队 让大人哥来帮你的手上持股 做一次详细的全身健康检查 那么这个好的股票呢 我们可以逢低在家嘛 但是不好的股票一定要换啦 真的不对的人 你强把他留在身边也没有用 不对的股票你抱再久 也不能够让你的财富增加 好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加入大人哥的团队 让大人哥帮你手上的持股 来做一次全身的健康检查 太弱留强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了 那比如说大人哥昨天在节目当中 请大家来关注什么呢 关注网通族群 昨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雨智 今天快速的秒填席 另外大家很熟悉大人哥 持续带大家来追踪的神准啦 智义啦 还有这个中壘啦 其实今天表现都很强 当然我们连三拉三的 富顶第二他也是网通的议员喔 大人哥怎么观察呢 好 那我先讲一下那个 富顶第二这档股票 我目前还是盖牌中喔 所以我等一下还是会跟大家讲一些观念 但是呢还是一样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他就是一档低档的转强的股票 我们正要带着我们的会员去做加码 我们的团队去做加码而已 赶快跟下来喔 是啊 OK OK 所以我们来回来到趋势生长的这一块 好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的话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几个族群 就是半导体嘛 我们刚前面讲说的台积电也好 连电也好 他们都很棒 然后呢晶圆代工 然后一样供不应求 然后可是你买他们的话不买 因为他们而受惠的小朋友们 是 所以像刚刚我们看到像什么中砂 像什么创意啦 甚至像是今天的矽晶圆也都不错 3532的那个台胜科 甚至像是6488的环球金 甚至像是6182的合金 这时间点的话都已经在回稳 甚至打底这样准备转强的过程 那这就是现在目前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好的股票 正在低档的布局之中 所以你看一下环球金嘛 重新领先站上了季线之上了 所以你可以看半导体谁好 然后呢看到它的一些受惠股 那这就是现在可以挑选的方向 那车用的部分 我们今天不太够的时间 所以快速跟大家pass这个议题 然后呢另外的话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像是航空的部分 我觉得一样看好啊 所以你看像今天的超航行 也是一样 就是守住了季线 又想要试图要去往上了 今天也没有时间 因为今天重点 就是来继续跟大家带一下 这些操作的观念 对 网通 这是我今年 在我们之前大安哥玩股的时候 有特别帮大家提出一个 那个专题的影片 那为什么要提网通的原因 就是因为说今年的网通啊 有走出缺料的阴霾 我就应该看到这个大安哥玩股 这是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要订阅 来 这里的话就是说走出缺料的阴霾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 网通的潜力股 那主要的一些像是 之前跟大家说过 像是3558的升准 我们分享在120块 那到目前为止的话 已经到了227到200块这个位置了 所以从我们分享以来的话 这一个波段 它就是扎扎实实的这一个 100块 60% 是的 100块这样一个波段 那这个大的波段的行情来说的话 其实它就是受惠到缺料的缓解 然后呢 订单能见度可以到下半年 甚至到明年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 原因就是因为 它就是有基建的受惠啊 它就是有规格升级的受惠啊 它就是不再缺料 它就可以订单就可以出得出来啊 所以就算它有高的库存也没关系 因为只要库存能够出得掉 就都不会是那个呆账 可是如果是 景气展望不好的一些族群的话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大家还是稍微保守一些些 所以像那个升准的话 到目前为止的话 上涨了接近60% 然后呢像那个昨天 昨天如果你有看我们节目的话 最后的专题 我还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些 网通的一些小小朋友们 像是6470的余智 那来 它今天出席 而且它是快速秒填之后呢 往上去做 这边来 这边 它就是快速秒填之后呢 去做一个创高 那如果你看它的这个还原 还原全席的话 这个很漂亮 就是直接创下了 创下了波段性高 那甚至它是把昨天的那个上领线 都给突破了 所以这就是现在目前 你可以看到资金正在 相关的下半年的受惠的族群 去做一个轮动拉抬的过程 那当然其他的个股来说 我觉得一样是看好的部分 就是比方说像是 中壘 好 我切一下画面来 5388的中壘 那中壘的部分的话 你看它也是稳稳的 守在季线之上往上爬上去 那中壘的话 它的五月营收刚公告 创下了历年同期的新高 虽然比四月份的营收 稍微掉一点点 可是因为这是所谓的 封城封控的关系 所以它接下来的 那个相关的封控都解除之后 它自己也讲 封控反而比缺料还害怕 对如果你去Google一下 它这几天刚好有 那个总经理的交接 所以你还是一样 可以看好这些相关的族群 那3596的之一 也快速带一下 因为它的营收 创下历史新高 五月份的营收刚公布而已 所以有很多的公司 在五月份的 那个成长的过程之中 你会发现 好多的好股票 正在默默的去做一个发动 那就如我们所说到的 富顶第二 那我快速跟大家提醒一下 富顶第二的一些 教学的部分 教学 我说教学 那个因为 你该猜到都猜到了 没有猜到的话 就继续看我们的教学 来 这是富顶第二的线型 那它今天原本早上开低 然后跌了快4% 我记得大概4%左右 然后结果把它中场过后 到12点的时候 结果竟然有这种 莫名的买盘往上拉抬 那中场的话是翻红 这里原本是跌4% 然后呢中场都会翻红 上涨1块钱去做收盘 神秘的力量 是神秘的力量 然后呢我想有一些投资朋友 你如果有看筹码的话 你会发现说 其实这个神秘的力量 在昨天之前 因为今天我还不知道 但是我在猜啦 应该就是这些 所谓的短线客 当冲客 隔日冲客 在对它上下起手 可是呢 这个上下起手这个过程 如果你是 什么听到一些其他人在讲 什么隔日冲券商不好之类的 我跟你更正这个讯息 隔日冲券商的不好 是在于说他们会有所谓的 助涨助跌的效果 尤其是股价在高档的时候 他们那种一个到货 它会引发一些相关的卖盘 卖压 可是呢如果他们在低档的时候 就是有一种个股是 低档整理转强的时候 我反而喜欢 隔日冲的券商来帮我们去做拉台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需要他们帮我们量滚量 我需要他们帮我们把这个市场上面的人气 把它炒起来 对这种观念 然后我需要他们帮我们带这个流动性 所以你会发现说 你看它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它是因为挫杀的关系 所以呢它在4月底的时候 跟就像副顶一样 它就是被挫杀带来更低更好的买点 然后呢这边打了一个箱形之后呢 在这边去做一个转强向上 那原本没有量能的 然后呢结果突然 底部这边出量了 出量了 然后呢这边就转强向上 一根停板 然后昨天涨了5% 今天继续再创高 所以这就是现在目前 我觉得这是一个操作的观念 跟大家分享的 那网通绝对没问题 然后呢筹码看起来也都OK 那当然这时间点还是那个 我先不开牌 因为毕竟我就说嘛 那个很好的公司 很好的股票 我不希望一开牌之后 就被全市场称热度 对 所以这时间点的话 我正在等待它 下一个我觉得更好的 进场的加码点 来去做一个进场加码的地方 所以这次我觉得 很好的股票很多 那我觉得可以直接 直接持续跟大家去做分享 那当然也要跟大家提醒的一件事情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直接帮大家带一下 后续的操作的方向 好 那因为其实如果就 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 你会发现说 大家都在喊什么什么 记底作杖 记底作杖 记底作杖之类的 真的现在一片都是在讲 记底作杖航行 对啊 可是我们其实 我们要更领先市场 就像我们之前在带中砂的时候 我们之前在带创一跟副顶的时候 都是领先市场在那边去做 那个低档 就已经跟大家做提醒了 然后呢这时间点 当全市场都在喊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那个追高去买中砂 追高去买创一的时候的话 你反而不要追这种股票 那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股票 这个时间点正在去做一个打底 那你会发现说 其实你看哦 切几张股票给你看一下 你就有这种观念了 来 这是二十五市的联发科 很漂亮 这个底部真的超漂亮的 他今年要配七十三块的现金股利 我就说啦 你如果真的去配那个 台积电的股息的话 你不如来配联发科 因为联发科有7% 然后呢这时间点的话 然后他还比台积电 更领先转强上季线啊 对 那这是联发科的部分嘛 那其他的话 你看像是3008的大力光 大力光也是啊 我们也跟大家说过了 因为他昨天开完股东会 虽然林恩平执行长 他也是讲的还蛮保守的 他说下半年拉货比上半年好 可是呢他个人还是比较偏悲观的 可是呢在悲观的过程中 他依然还是有所谓的下半年的 电子的主流的旺季的题材啊 因为大家都在喊6月的记者桌上 可是我们在看的一件事情是 6月份之后来的7月份 7月份就是传统的拉货的旺季 因为6月小拉 然后7月开始大拉 那也刚好配合着现在目前的指数 在这边去做一个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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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打底完成之后 然后呢去做一个转强向上 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指标股 已经在这边默默的去做一个 领先去做一个转强了 对 原因是因为他们真的看到下半年的旺季 他们真的是因为前一阵子被错杀之后 打完底部了 那这种个股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就像 就像底部这种股票都一样的 一样的状况 因为他发现说好多股票 一下子就这样拉上去了 所以我们正在布局这种个股 那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团队 好 所以呢我觉得比记底做账航行更重要的 就是大人哥一直带大家 走在市场的前头 走在别人的这个前头 我们一直是领先别人来卡位 布局这些趋势成长型的股票 那刚大人哥也帮大家举了很多的例子 像这个大力光像联发哥 其实他们打的底真的都非常漂亮 甚至像我们的富顶第二也是一样 大人哥正持续的帮大家筛选出来 这些好的标的好的股票 我们接下来要来布局的就是第三季 旺季有哪些成长的好标的 诚挚地邀请大家加入大人哥的团队 先让大人哥帮你手上的持股 做一次彻底的健康检查 接下来呢 我们把资金放在对的位置上头 一起来布局这些第三季的这个成长好股票 当然记得咯 我们的Lite 我们的Telegram频道 一定要加入 那YouTube直播 订阅按赞加分享 打开你的小铃铛 有任何的问题 不会悬股 不会操作 资金不懂怎么样配置 才能够拥有最佳攻击力道的话 欢迎您加入大人哥的团队 我们一起在台北股市成为真正的赢家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te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 DAR1888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